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一個中層單位 懷疑在未有入職申請的情況下 鑿穿了一棟原本用來分隔客廳和睡房的主力場 屋嶼署星期一已向業主發出還原命令 亦有工人將固定資格搬到屋內 我們就拿到涉事單位圖則和長身結構圖 亦找到測量才證實被鑿穿的是俗稱主力場的結構場 結構場有很多功能的 有些是乘充或者是抗風的功能 但是它是結構功能 這個也看到裏面也有鋼筋的 它的數字標示著是不同流程相應的 這隻鋼筋的大小和深度的間距 所以其實從這些資料來看 這棟牆其實都很確定是一個結構場 並非一般所謂的間長的構件 根據我們找到涉事單位和長身的結構圖顯示 單位裏面懷疑被鑿穿的長口200毫米 橫切面圖顯示 牆裏面有34條粗16毫米的垂直鋼筋 圖則詳細顯示鋼筋的分佈 亦都標示了當中有7組垂直鋼筋 需要有副鋼筋環繞 而根據屋宇署的資料顯示 涉事單位就拆走了720毫米闊 2150毫米高的結構場 估計大約超過三成的鋼筋受損 其實它開了那個空間 開了那個滿洞的位置 具體是否去到頂或去到底 我們都不清楚 不過假如它即使不是去到頂也好 我相信它的高度 去到有2米或者2米1、2米的高度 其實都應該是破損了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結構場的垂直承承重量的功能 因為沒有垂直是支撐著的 這樣的話其實就無論它是否去到頂 其實那個結構場的一個重要功能 都應該是破損了 賀具業相信風險仍然存在 建議樓上的護主留意單位 有沒有明顯變弱 樓上的話其實應該看看自己的樓板 或者露台邊緣、外牆邊緣 有沒有所謂的出現一些跌騰 或者出現一些球件的移動的變化 這個重要的 它們要直接做一些少許的監察 如果自己不能肯定的話 就要找專業人士做即時評估 保障自己 其實裡面 都很厲害 因為如果你大概估計 它就整幅牆的五分之二被打到 就變成 它純粹在面積上來說 就變成了40% 藝學人就解釋 結構場的作用就好像柱一樣 垂直的鋼筋是主鐵 環繞的鋼筋是副鐵 用來承受壓力和張力 如果削走了部分結構場的話 就會少了鋼筋承受拉張力 也都會削弱場裡面石屎可以承受的壓力 令到石屎爆開 它又說現在沒有台風 加上單位在星期一的時候 已經裝了臨時支架 估計攝氏大廈沒有即時危險 但業主就需要聘用認可和註冊的人士 還原結構場